食怪爸爸学画画 大家都了解龙这种生物吗 其实龙也奉为好几种 其中恐龙Dinosaur 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真实生物 看这是最厉害的霸王龙 这是身形巨大的长颈龙 这是有翅膀能飞的翼龙 在西方文化中的龙Western Dragon 身躯类似蜥蜴 有一双超大的翅膀 两条粗壮的腿 头上长的脚会喷火 中国龙Chinese Dragon 是一种吉祥的生物 身躯像蛇比较长 没有翅膀但是能飞 有四条小腿 身披鳞片头上长的脚会喷水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画一个 Happy New Year的2024 首先呢挂一只龙头 先画两个圆 一个 两个 这两个外面才画一个 一个双环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眼睛里面 先画出来好不好 土圆 爱心 小弧线 土圆 爱心 小弧线 其他的地方涂上黑色 其实龙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要尽量的去简化他 首先我要把他的眼睛描粗一点 我们来画他的鼻子 龙鼻子呢在两个眼睛中间画一个N 真的是一个N哦 N 然后在左边再画一个C 右边画一个反着的C 然后把它们连起来 嗯 然后这里 啾啾啾 鼻孔的外侧就加粗一点就行了 嗯 鼻子出来了哦 这里画三条小短弧 嗯 鼻子这里还有一些糊息哦 后来给他画一个波浪线 嘿嘿嘿 画好了 让我们画龙的嘴巴 龙的嘴巴能张得大大的 看看啊 这里我们先给他 挨着眼睛向上 你看我一边挨住了一边没有挨到 这个地方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不挨到更好 然后我们来画一个张着的大嘴 咱们连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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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从这个弧线的地方向外 画一个弧须 像这样弯弯柔柔的 一个弧线 这样的一个S型 这个地方就可以从里面走 从这儿吧 S型飘出去 用笔甩就可以了 小龙给它加一个小牙齿吧 两边给它一个尖尖的小牙齿 在这个牙齿下面 再给它画一个三角形 两个三角形 这不是M吗 给它里面加一个舌头 这样 OK 看起来蛮有意思对吧 我们来给它加一些装饰性的一些花纹 比如说眼睛这儿 你看这个条弧线 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 下面有延伸出去 像这个样子 出去 出去 这里呢 这里呢 给它画一个弧线 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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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弧 看到没有 三个弧线 这边也是一样哦 一 二 三 连起来 哇哦 嗯 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对吧 那中间我们把它用一些花 我们把它连起来 跟眼睛平行的这个地方呢 画一点小的随意的这种 波浪的样子的 那么上面呢 我就给它画一个 尖尖 像什么 像花瓣 花瓣 这是要爱美的龙吗 嗯 再画一层 嗯 点起来 OK 嗯 龙角 现在我要画龙角咯 这里 这里 它画两个弧线 像里弧 然后 像这样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二字 上面 它的龙角比较圆 看起来是不是 圆圆的 嗯 看起来已经很像龙了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画得更饱满一点 在 这里 给它加一个龙耳朵 尖尖的龙耳朵 嗯 然后 这个地方 从这儿伸出去 一个小尖角 再伸一个小尖角 再伸一个小尖角 向下一点 这个弧线 向下虎 然后 就把它连起来了 我们再看一遍啊 从这里伸出去 弧 出去 进来 弧线再出去 再进来 往下收 收进来 嗯哼 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感觉还差一点 对不对 那下面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给 嗯 加点弧子吧 从这里 出去 从这里 出去 再加一排波浪线 嗯 波浪线画的时候 注意不要画得太密了 就不太好看 嗯 嗯 这里感觉 差点什么是不是 嗯 把这个 把它描下来一点 好吧 这边也是 嗯嗯 嗯 像不像龙呢 感觉还可以吧 就再加点 小半圆的装饰好了 半圆形 涂黑 眼睛这儿 我把它给加粗一点 让它眼睛显得明显一点 我感觉还不错 你们觉得呢 这个龙会比较复杂一个哦 你要记住 一旦你觉得哪个地方空出来差一点什么怎么办呢 你就用这样的尖尖的这种弧线把它给填满 嗯 那我这个非常威 我的龙就画好啦 那接下来我要画数字啦 数字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你看 写一个2 这个2要大 弯弧下来2 写的时候发现什么 上面写的很弧 下面很短 对不对 因为这里你要给它再画一条线 嗯 从这下来的位置 一个2画好了 看见没有 这边也是 那怎么样 写一个2 在横的这个地方呢 要写短一点 2 横 2 看明白了吗 嘿 又一个2 是不是 4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画一个写线 进去 画一个数值 一个4的样子 对不对 中间我们把它给画一个三角形 把它掏空 嘿嘿 2024就画出来了对吧 我们给它加一些装饰 比如说龙角 画一些三角形 嘿 这边也是哦 三角形很简单吧 嗯哼 4也可以加一点 因为4需要反 才加的 嗯哼 然后我们这个 龙年的2024就画好了对吧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Happy New Year 怎么写吧 H H H P P Y Happy 快乐 N E W New 新的 Y-E-A-R Happy New Year 快乐的新年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看,画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吧? 下次我们还要一起画哦 喜欢我的画,请订阅和点赞哦 请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